等一下我們會回去看 以前國民黨跟共產黨一樣 恐嚇台灣人 說如果是台國就是建軍 這是 昨天我們有看過 當時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陳更金 說 如果陳水扁當選總統 三年內一定發生戰爭 但最必是2000年一條總統 不好意思 2000控三年一條建軍 沒有 沒有 比較重 國民黨又說 這是張榮公 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張榮公 他說 中國抵制陳水扁 未必助長陳水扁的得票 選票將往連戰的方向去 結果他拿幾票 最沒的 拿298萬票 陳水扁拿到490萬票 現在我們要給大家看VCR的是當時連戰先生 選總統 選總統 畫一句 台獨就是老火 請問台獨流血了嗎 來我們來看VCR 再度成為故鄉台南 連對致此時 從其民進黨所主張的台獨 只會將國將帶往不安心的情勢 台獨路線等於是流行無限 民進黨的總統 還要去大陸 還要去做一個台獨 和平使者 還可以去簽什麼和平協定 還可以補充什麼30年 50年的和平 你看看今天會不會五點 中共的總理正式 說了 還鼓掌了這種台獨 大家 你說 台獨的路線 大家只有這條路頭好走 這條路是怎樣 就是老火 要老火 台獨就是老火 請問有老火嗎 台獨老火 現在說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就是一邊一國 就是台獨 兩岸就會動盪不安 台灣人很奇怪 馬英九從58%的選票 調到剩35 說可以跟蔡英文現在打成平手 請告訴徐老師 台灣人怎麼這麼喜歡動盪不安 我覺得 這是講動盪 我覺得 我還是回到前面講 中國很聰明 再講戰爭 再講流血 2000年沒用 2004年沒用 洪英這次就會有用嗎 為什麼選票會這麼接近 馬英九再繼續罵 我覺得這對馬英九的選舉 也沒有幫助 你不要最後 我們前面討論的 國民黨氣得要死 搞不好北京還冷處理 頂多就動盪不安 洪英什麼叫動盪不安 陳雲林不來就 我覺得 如果九二共識只達成一個東西 就是陳雲林會來台灣 會有什麼 這樣成會 洪英 陳雲林不來也罷 台灣真的會有損失嗎 我真的很懷疑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台灣民眾已經 在過去馬英九三年執政 已經很清楚知道 九二共識 ECFA 兩岸這樣子 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是 有好處有很多嗎 否則為什麼兩岸越 這樣子弄來弄去 大官來越來越多 陸客來越來越多 洪英 台灣支持台獨人越來越多 剛才博文講的 台獨分子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 馬英九你要不要講講看 你執政三年 為什麼讓台獨分子 越來越多 剛才我們講的是 遠見前天做的民調 說蔡英文跟馬英九現在打平 馬總統當時拿58% 現在打平 我們再看BBC 第一句話叫做 從一些民調上來看 蔡英文跟尋求連任的馬英九 勢均力敵 有可能將在下屆總統選舉 取代馬英九執政 笑 台灣人要建政 台灣人要撈會 叫笑 遠見這個民調 不但打平 裡面還有一項 裡面一項 什麼人比較有辦法 維護主管 打他們多管 超級馬英九跟尋求如 看多管就好 表示說台灣人很清楚 心目中很清楚 在這幾個孝順裡面 都有一個這麼多辦法 顧著台灣的主管 是創英文 不是馬英九 不是尋求如 剛才你放那個 VCR看過去 那是兩千年 兩千年 你聽到連前講話的時候 開始讓人覺得時光錯亂 連前先生 連家 三台的富貴 是造成一平一國 中華民國造這個富貴 他怕你不說 他這個一平一國的原因 讓他連家 可以在台灣富貴 他選出來 說他是順情的 中國人跑掉 他所說的 有六歲沒有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沒有百多歲 但是我們看 這個人在台灣鄉修 富貴之後 他能夠去兵 還要做富貴嗎 我們看我們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當初 如果不說一平一國的現象 你連前 怎麼做到行政議長 怎麼做到副總統 是 蔡偉 好 台灣人老實說 在那個政治上 是吃軟不吃韻 這是台灣人的性格 幾百年來 來台灣以後 這個移民性格 是吃軟不吃韻 所以你越大衣服 他就越要跟你試試看 老實說 有台商 當然台灣跟我講 他說你們就比較驚 你們如果越驚 我們在那邊就越好過 我們台灣政府 尤其是我們沒有這場之後 台灣如果有一個 越嚴重的材料 在平行兩法官 我們在那裡 台商他應該是跟我們 聽名字 是外帶我們笑話 你知道嗎 你台灣人能夠說 像國民黨也不叫 你能夠說 我們在那邊 沒有一個很嚴重的黑頭廚 我們也越在那裡 看不去 這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怕台灣人越團結 越嚴重 中國要跟我們談談的時候 挑戰 籌碼我們就越多了 你怕如果百依百順 你怕如果白宮屈西 中國人如果看你不去 親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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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媽媽夫婦就要跟你打發走 所以我們台灣人 又是共共聯絡 國民黨越來越強迫 我們就越嚴重的回答 讓蔡英文 讓蔡英文 讓蔡英文更嚴重 讓他變成政府 我們以後 要對中國探討 我們的籌碼 我們的政府台灣利益 我們就越多 另外我講一下 民調給大家聽 是 民進黨 從會要跟國民黨選總統 這樣 哪一回民調這麼快 哪一回這麼快 哪一回這麼快 上六歲了兩千空八年 蔡英文跟蔡英文跟蔡英文的民調 都十九%至二十三% 我一次才24%而已 就不超過25% 蔡英文跟蔡英文都四十幾% 也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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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出來蔡英文跟蔡英文幾% 42% 41%九點幾 還要到42% 丹水瓶兩次 蔡總統的過程當中 連送派 丹水瓶才輸20%以上 那時候才輸20% 算到最後三天 丹水瓶的民調也沒贏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美國國會報告說 蔡英文可能會當選下任總統 是讓BBC說 蔡英文可能會當選下任總統 因為 從歷屆台灣選舉跟各次民調的比較 蔡英文是現在投票前 尤其是半年前 還可以跟馬英九在那 相互伯仲之間 這個顯然對未來的